我今天发现了一个 在网上发现了一个 有人做了一个 朱松伟的 转身过掉哈德森后 飞起双手抱扣 这么一个精彩视频 这球打的确实比较精彩了 我想说的一个步伐问题 我想说的呢 不是这个 他打的有多精彩 我想说的是 其中的一个 关于转身 转身这个动作的一个 走步的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球 虽然他打的十分的漂亮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他现在这个 这个 朱松伟在用 朱松伟采用的是左转 左侧转身 而且他是双手 双手持球 这个就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他现在 双手持球 一旦双手持球以后 那么落地的脚 哪一个脚在地上 哪一个脚就是支撑脚 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那个 你双手收球了吗 你双手持球以后 此时他的支撑脚是右脚 然后转回来 往前一脉 那么右脚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现在的这个线性规则是 一旦你双手持球之后 你的这个移动 你的这个支撑脚 可以可以这个离开地面 但是不能够再落地 那么他这个 立刻就很显然 他就是 他就是离开以后呢 双脚起跳 又落地了 这个动作呢 他就有问题 他就 他就变成了一个走步球 但是现在这个 整个这个CBA的 现在这打这个 这个动作都这么打 我又不知道他的这个原理何在 那我们知道老一代的这个 也许有的人对这个篮球规则 有一定的了解 他可以 对我这个产生 一定的这个指导 让我一掌掌见识 那么我们知道老一代的这个 这个转身 他不是这么转的 我们知道这个在当初 啊 球丹和这个 阿拉朱旺的时代 他这个转身 他是单手转身 他跟现在这个 他这个 周松伟这个球 的这个 一个 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 他在这个 在这个地方 他转过来以后 他 转身的这个过程中 他是右手 他是左手单手持球 或者 或者右手单手持球 他不是一个双手拿球转 双手拿球转过来 你如果双手拿球 你转过来的话 那么你只能够用左脚去 你只能够用左脚去起跳 然后右脚就不能够再落地 形成一个双脚起跳的一个球 那么他这里呢 转过来之后又形成一个双脚起跳 这个球呢 在我在眼里看来呢 显然是一个走路 走路的球 他跟那个 过去的 过去的这个技术 为什么可以这么打呢 因为他在这转过来以后 他这个 他这个左手是有一个 左手是形成一个向下的这么一个反 一个背转身吧 一个弧形 他这个收球的过程中 他收球的不是在这 他这块始终都是 过去的这个技术始终 左手是单手 球向下 然后呢 左脚落地以后 然后这个右手才合 这会儿右手才把这个球合到 那个合到这个球上 然后再迈一步 这会儿再口篮 他这个球的传统技术是完全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你现在这个等于你这么打球 就是简单了 这个转身没有什么技术可言了 因为后转身不用练了 直接我就我就上双手就完了 你上双手就完了 双手的问题是按现行规则 你只能够说这个 抬左脚 右脚不能抬 右脚不能落地的 你现在又打 又打这个蹦步 又打这个双脚的 这个落地双脚起跳 这球还有一种的就是过去的技术 还有一种是除了我用左手后转身以外 我还可以用右手的前转身 同样的道理也是这个 他也是这个 这个我在转的过程中也是单手向下 他也是没有 他不存在合球的问题 不存在合球的问题 但是向下的就是运球状态 运球状态我们知道他不存在走步 那么你在再往前 还是这样 你如果是左手右手前转身 那么我转过来 还是在这一步 然后左手合球 不管我是右手的后转身 还是左手的 不管我是左手的后转身 还是右手的前转身 我都是在这合球 我只要在这合球 那就没有问题 百分百没有问题 我这一个步伐非常漂亮 那么他现在呢 就搞了一个 直接在这个提供的时候呢 我就搞了一个双手抓 双手抓球 那么这个东西 我是从我的这个认知里边是 对这种技术是不认可的 直接就把球在这就拿 抓双手抓起来了 双手抓起来 那显然你的这个直升脚是右脚吗 你怎么右脚离地以后 你怎么还又落地了呢 对这个 现行规则是一个完全的 挑战 完全的 完全的这个走路 那么另外呢 很多人有人就说了 你这是那个追猫求刺 你这是 其中他又不吹 你何必追求这个事呢 那我们打球 连一点基本的道理 球里都没有了 这为什么我们练球的时候 从小练球的时候 都是练的后转身 前转身 都是单手 一个是单手不走步 再一个单手幅度大 你转过来以后 他还可以继续拍 我可以上篮 我还可以 我可以 我既可以转过来 走他这一个步 我还同时 我单手可还可以再运球 很有选择 这所谓技术嘛 技术就是我技高一筹 我会使这招 你不会使 我就能够 我就有优势 你这个 现在这么打球 谁都会 这招谁都会用 根本就不用练了 另外你这个 转过来以后 也没有什么变化 也不存在什么 这个叙叙事实的变化了 这打球成了一个 成了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 低智商的一个 低智商的一个活了 这个 这个我完全不能接受 那么这个 就是那个 我的一点观看法 这球先说到这